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带我们回到那遥远的地方 孩子们快出来 帮爷爷奶奶拿年货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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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吃的 有苹果 红枣 市饼 杏仁 长生果 好多好吃的 好 比你大王我力打无求 这些东西都交给我吧 阿妩 不要偷吃 晚上还要吃年夜饭 怎么办呢 孩子们 等着我和爷爷去做热菜 我好想家 我也有点想妈妈了 有时觉得老妈又凶又不讲道理 可现在想想吧 还蛮怀念她的大嗓门的 不知道鲁妈妈今年做的招牌菜是什么 对了 今年过年 鲁爸爸是不是说了 要给你们俩一份超级礼物啊 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 爸爸决定 送给这一年当中表现最出众 最听话 最乖 得知替全面发展的好孩子 一份超级大礼 超级大礼 别说了 别说了 再说我要哭了 哥哥 阿妩 别喊饿了 菜上来咯 第一道 金玉满堂 第二道 团团圆圆 哇 好香啊 好香啊 哥哥 老奶奶还没烧完菜呢 我们阿妩 别急 等奶奶烧得差不多了 我们再吃 饿了先吃点干果吧 大年三十晚上啊 要守岁 守岁的时候 家家户户啊 都会做很丰盛的年夜饭 年夜饭从傍晚时分入籍 有的人家一直要吃到深夜呢 守岁是什么 守岁就是大年三十的晚上不睡觉 对了 老爷爷 为什么除处守岁吃年夜饭要吃那么久呢 这可有来历了 寒词去冬雪暖带入春风 从古至今 中国人在大年三十 守岁 表达辞旧迎新之意 可是守岁也有另一个名字 叫煞年 这煞年是什么意思呢 相传在洪荒时代啊 有一种凶猛的野兽 叫做年 嗨 我是年兽 平时住在海底 可是到了除夕这天 我要上岸到人间去戏耍一番 他的所到之处鸡飞狗跳 村中的人们陷入了巨大的恐慌 亲爱的村民们 鸡鸭牛羊准备好 我来开魂了 快 快把门摔上 我的额呀 明天要拿去几十块口粮吧 二花 二花了 你怎么了 我来 我来 张老三 你家怎么带这么多东西上山避难呢 我们搬家 去十里外的刘家村安居 这一惊一乍的日子是没法过了 星星好 星星好 老人家 这里出西晚上不太平 你还是去别的地方吧 是吗 我看啊 挺太平的啊 哎呀 这老头疯了 别听他说胡话 我们快上山避难吧 就是就是 乡亲们 谁也没有时间里会刑起的老人 只有村东头一位老婆婆招待了老人 哎呦 我做了一桌子菜 孩子都没回来 要是不嫌弃 就趁热吃点吧 啊 谢谢啊 哎呦 糟了糟了 这位老爷子啊 你吃完呢 赶紧上山去避一避吧啊 我看村子里的人都慌慌张张的 是出了什么事吗 老婆婆将年寿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老人 谁知那老人屡然笑了起来 这年寿啊 这年寿啊 一到除夕夜就来作恶 第二天鸡大鸣儿才走 这好吧 关门封窗 一大做的菜慢慢吃 吃一夜不就是了 可是老是躲着这也不是办法呀 嗯 嗯 婆婆无需担心 老翁我有法子赶她走 半夜时分 年寿闯进村 她发现村里气氛与往年不同 村东头老婆婆家门贴大红纸 屋内烛火通明 这 啊 这唱的是哪出啊 人家都怕我 你家就不怕 哼 给你们点厉害看看 年寿将进门口时 院内突然传来噼噼啪啪的炸响声 您浑身站立 再不敢往前一步 哎呦 天呐 天呐 不要吓了 不要吓了 好可怕 好可怕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原来年最怕红色 火光和炸响 就这样老人赶走了年寿 这件事很快在周围村里传开了 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寿的办法 从此以后 每年的除夕 家家贴红队帘燃放爆竹 互互竹火通名 手羹戴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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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